各位好 欢迎大家来到 冤苦肥鹅 自爆河马 即是华嫂关注组 我是Water 刚听刚看的朋友 记得帮忙订阅 分享 还有建设性留言 还有加入会员 让我这个频道可以做得更好 还有阿肥鹅 连续出了十个八个帖文 我们拿一些特别的来看看 有些你看到这个十分精彩 我和嘉欣BB一晚几次关你差事呢 一会看看 还有十分下流 说完那些东西 不堪入目 而且你不只是搞我 要搞霸气嫂 也要搞一份 那幅图你没有出现 那不要紧了 会出来的 逐一样 逐一样 首先说一下 乞丐 曾经有群友教我如何面对傻子 你言下之我就是一个傻子 但傻子有些人看 又能赚到些钱 如果你那么聪明 你不是傻子的话 为什么你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去搞我呢 你说得明白 每天要浪费你自己的工余时间 他声称就已经找了事情去做了 为什么要用那么多时间 年纪去做一些没有意思的事情 做一些选人害己的事情 还有有那么多网民已经去骂你了 你就和何马一模一样了 做一些事情 对你来说有什么意思呢 对了 被人骂你 你还是这样的 你这个人没有廉耻的 不要紧了 继续在这儿听 你就是我 就是傻子 你就是聪明人 聪明人就找不到钱 就要被网民骂 那这些就是聪明人 就说一定要答对妈 你说得对 即是说你说得对 那你现在说那么多话做什么 我都没有怎么回应你了 如果你没有帮何马 对吧 没所谓 你曾经屈我下降头 但是这条片子就没有样子没有声 那是很难的 难道你自己 你有另外一些片子去助证你的吗 大家可以看回 那个阿水遇傻西playlist 有了阿鼻我 那些对话 他就说 哎呀 我找了师傅 落阿全不帝 抽抽光 之后 有了那些对话 拍了你和师傅说话 有些佛牌 那些诸如此类 那你就说不是你 那个 还是你那些不是你 那些声音不是你 那条片里面你没有声音 不代表那些 那你要看其他辅助的证据 那你就说我冤枉你 之后又说 开头又说是日本的爱情动作片 那接着 我就说 我就请了一位女士 就特意去坐飞机去日本 那里拍一条片去冤枉你 你觉得正常人 会不会这样做 你有什么 有什么值得去这样做 反正 你觉得我值得浪费你这么多 宝贵的时间 你的时间不宝贵 你的垃圾时间 每天浪费几个小时 他就是举报我 那我不是这样的 我的时间是拿来赚钱的 我开了一个直播 好过 然后就说 你冤枉我 寄些臭臭给你 原来 你不知道 香港邮政局 就要过X缸 过X缸 就不可以寄臭臭的 我这个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寄了 我都没有打开里面什么 总之就是有些 流质一点点的物体 可能不是臭臭来的 我怎么知道 你之前去玩 你玩开臭臭钢的 我怎么知道 你寄的那包东西是什么 我会不会打开它 问一下它 问一下它 喂 有些流质的液体 打开是什么 这些东西是估计的 不要紧 之后就说 喜欢紫色 就一定是我 那你老母 就一定是女人 我老母当然一定是女人 难道我老母是男人吗 我老母是男人的话 怎么删到我出来呢 你说这些废话 那不是的 我没有说 因为一定是紫色 所以是你 我说那个 他就说 正常思维 他大号 只有几千元收益 你之前上去网台 邵子峰那里 有三千九百 三千多元的美金 三千多元 就是两万多 或者多 可能三万多的港元 这个是你亲口说的 你上去邵子峰那里 你说什么废话 他就说 对什么数 你估计他 分多少钱给我 你之前想 都说 再说一次 你上邵子峰那里 说三千多元的美金 不是几千元的收益 你想说 是几千元的美金收益 不知道他 想说什么 这个你也是说大话 肥恶 你一不就说清楚 他说 是的 我是说几千元收益 不过几千元美金 不过几千元美金 他就说 我昨天 他拿了一本保仔 肯白都认证了那本是保仔 直播的时候 他就说 那不是对数 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但我说 你拿了一本保仔 我打个问号 对数 这样也不行 我不是说你是 你真的和何马 那么好朋友 做了姐妹之后 他一直都是这样冤枉 之后就说 我昨天上班 那你昨天上班 有没有证据证明到你上班 你之前上邵子峰那里封烟 又是说你去大富豪上班 下个月 那我们都知道大富豪没有重开 而且那是一个骗案 报纸也有卖的 那你又去哪里上班 去周公那里上班 帮何马上班 你没有实质的证据 你口讲口陪了这些东西 我就有条片在那里 我都没有为那个一定是你 但是很多网民都觉得是你 这样说又不行 然后就说 我怎样分身去元朗那里喝茶 你既然 你那些直播的时候 你很多分身帮何马在那里留言 然后就说 你既然 这么大声就说我骗中缓 不如这样 你请律师去社署问 不用去社署问 你之前就出过一条片 就是美丽厨房 两个月前左右 就说 吃了才说 教你怎样四十多元 整个十餐八餐 穷人一物 还要踢了中缓人士 糧食危机 我不知道你的影片 没有浪费我的人生 就去看这条片 主要是看到鞋 你也踢了中缓人士 我认为你是一个中缓人士 有什么问题 你那对鞋也能对上 那怀疑你也不行 肥鹅 你们自己看到了 中缓人士 就是你自己打到标题上 你还要四十多元 可以做到十餐 跟河马一样 一只烧鵝 河马也没有 肥鹅这么厉害 河马也要做二百四元的烧鵝 一只鵝 可以吃到十餐 那肥鹅 四十多元 可以在香港 可以吃到十餐八餐 还说是中缓人士 你这里写自己 是中缓人士 不是有冤枉你 那你是标题党 那我误信了你的标题 那你觉得你不是中缓人士 就是中缓人士 那你自己亲眼看到 还是说你这条片不是你的 啊肥鹅 那就继续看下去了 那为什么我要去社署那里去问呢 我叫律师去做事 我不用付钱吗 你不值得嘛 你没有这个价值嘛 你说我搞了你一整年 你绝对没有这个价值 我去浪费时间去说你 现在是关于河马 那才走了去看 等等 喂 肥鹅呢 等等 那张图是JC 那张图是肥鹅 对 如果不是你的话 为什么呢 那些饰物都一模一样 又是人有相似 首先 这张就是肥鹅 这个肥鹅的饰物 现在你们看到这个 另外 我们再看看河马 喝茶的时候 圈住这里 你自己看到了 食物 不是的 不要紧了 JC就说 这个食物是一模一样的 继续看下去 之后还说 我真的这么大个女儿 都没有申请过 但我们刚才看到 你这里 这里你自己写着中援人士 不知道是不是 之后还说 你整天带风向混淆事听 好像是你带风向开九十几个分身出来 混淆事听 被人踢爆了 搞错了 就说拿出来讨论 我一直都是讨论 我没有说你一定是 你不要像河马这样才行 你冤枉我就行 不是 讨论一下就不行 是你的粉丝 才相信你 那为什么没有人相信你 你和河马说的东西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你现在的女儿 确实是漂亮 那就多谢 多谢 她欠你漂亮 但是 你之前的女儿还漂亮 谁又是我之前的女儿 你这么喜欢铺我之前的女儿出来 那你就铺也出来 让观众看看 我之前的女儿漂亮 还是嘉欣BB漂亮 还有漂亮不漂亮 那关你什么事 请问对于你何干 可惜你什么搞到别人报警 申请禁制令 如果报警 申请禁制令 为什么我还可以在这里 报警和禁制令 是两件事 禁制令是法庭出的 为什么会报警 就会有禁制令 请问一下 我要报警 就会有禁制令 禁制阿肥阿 在这里说我 我又要申请这样的东西 真的是 完全是错了 还有你有什么证据 有文件 如果申请禁制令 我就不可以在这里做YouTube 应该 我就去坐牢 或者被别人 遞介我出英国 整天说我犯法 申请禁制令 等收第二张红牌 既然你说 你和何马没有联系 那为什么我又会收到第二张红牌呢 那你就和何马有联系 你说的完全是错了 然后就说 我从来都觉得私人恩怨 你搞我一个就没问题 好像是你一年以来 你一直在这里搞我 我有浪费到时间去搞你吗 我的时间是拿来赚钱的 你下个post 他自己说每天都要浪费几个小时 就去举报我 那我就不明白了 这样是谁搞谁 就说自从你找人搞我老母 我什么时候搞你老母 我说过很多次了 你的老母是你自己 摆上Facebook 是地球post 你自己说你自己老母 是做妈妈山的 不是做鸡 妈妈山 你要搞清楚 这样就叫做搞你老母 而且你说你自己是 社团中人大人物 怎会搞你老母才行 对不对 他就说不用再说话 你不要整天在这里找藉口 就像河马那样 又说什么 搞她何童仔 搞她妈妈 搞她姐姐 人家都是找华嫂的姐姐 那为什么华嫂的姐姐 华嫂的姐姐就等于河马的姐姐 那是不是就是华嫂 肥娥你就爆了华嫂的姐 就是河马 他就说今时今日 还冤枉我 你不是在做什么 请问 麻烦你说一下 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人生 我又去做了些什么 请问 你不是在做什么 是观众说你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你对我有什么 特别的情意结 这方面 笑到家欣BB 真的不见眼 我没有满口仁义道德 他就说不要满口仁义道德 我从来都说 你可以觉得我是一个PK 我没有 观众觉得我在做一件好事 可能我也是一个卑鄙小人 不过有些底线 有些人性 就是这么简单 我没有说过我自己是什么好人 观众 或者肥娥 你不如找到一条影片 我说赞过我自己是什么好人 你可以说出来 这个 在做价良 没有意思 你们针对河马 又要找人偷拍他的儿子 我没有找人偷拍他的儿子 你要搞清楚 我什么时候有公开过 我一直都说不公开他的儿子的照片 我有而已 我有的人不是找人偷拍他 网上有人摆了出来 我没有公开他 为什么你又要进入我里面呢 请问一下 我没有做这些事情 你是不是在冤枉我 是的 你在冤枉我 你这些人 诬蔑我 加害我 你这些肥子 之后 他还说 回他乡下 贴上他姐姐的街招 那不是我 那是否所有网民 那些黑粉做的事情 都要进入我里面呢 请问 那是华嫂 华嫂的姐姐 那为什么你现在言下之意 华嫂就是河马 你这样说 你这个好姐妹爆了 肥俄说的那些事情 就是说他什么的士司机 和做保安员 另外那些二五 有语音的 是肥俄说的 明天 河马又说我说 冤枉他 那你的好姐妹 说出来的事情 为什么又当是我说呢 或者黑粉在网上说的事情 为什么又是我说呢 你们这些人不是瘋了 是不是有妄想症 还说 既然一年多 你都没有放过我 谁没有放过谁 大哥 究竟谁没有放过谁 现在 明眼人看到都知道什么事 对不对 完全是错了 你这个人 他就说 我没有放过啊 肥俄 我不是已经是继续赚钱 我管你而已 你浪费点时间 我一个小时 不要说一个小时 赚多少钱 我开场直播 怎样衰极 可能都要二三千元 不要说多 不要说了 那我这些时间拿来在你身上 你觉得你是 为什么你要这么值钱 这么重要 有点滴机 不好意思 之后就说 我继续跟你玩下去 你有什么时候停过呢 还有请问一下 完全是搞不定的 这傢伙还瘋过河马 完全是错了 那你就是说 冤枉你中援 那你自己是冤枉人士的嘛 你是不是不识字啊 那怎么冤枉你啊 请问 那个饰物 那个饰物 也是带在同一只手 这个是你那些影片 阿肥 你只差在没有穿 这件紫色的衣服 就是中袖 还是长袖 这件 只差在没有这件 阿肥 有识证据 你又说 人家冤枉你和河马 有什么分别呢 中援人士 就是你自己写的 那你妈妈做这个哥哥 不是sorry 做这个妈妈伞 也是你自己 做出来的嘛 你现在在搞我女朋友啊 在搞我以前的屋主啊 你这些是每个人都看到的嘛 我怎么搞你啊 那好 继续 接着又来了 这个肥鹅啊 什么肥鹅 他拿中援 可以兼职的吗 和河马做完剧本就算了 踢了霸气歌 我们看看他说什么 这个人 越来越瘋 就说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 穷人呢 就最多时间了 你原本不是说不理我的吗 为什么又无端端 虽然我现在正在上兼职 大富豪那里有没有请你 正在上什么兼职 他就说 我就是可以 一天付出几个小时来投诉你 我呢 就不用靠台来搵食 就已经赢了 那你是你去搞人的 现在哪里有人去搞你 人家有没有每天浪费几个小时去投诉你 去搞你呢 那你是有做这些事情 还说 玩网络欺凌 就看对象 现在是你网络欺凌着人 反过来好像河马那样 说人家去欺凌你 那我完全不知道肥鹿是什么 他就说 我不是轻道弱智 让你们玩完全没有反应 现在是你在到处聊事斗飞 现在的问题是 人家没有反应你就继续踩上去 你搞了一年有多 就说我欺凌你 我什么时候有理过你 请问 肥鹿小姐 既然玩得起就继续 我从来都不会主动搞事 你这样也叫做不去主动搞事 一会儿看看网民的反应 就说好像乞衣冤我拿中援 刚才你们大家都看到 他自己写中援人士 你听了 可能你介绍中援人士 你可能对中援人士太了解 我就觉得你是拿中援 有什么问题 你自己写都会明白 中援人士四个大字 阿肥鹿 之后就说 你不如叫霸汽哥陪我去社会福利厨 霸汽哥又叫你出来喝茶 那你是不是和他一起去 阿肥鹿可不可以回应一下这件事 他就说 如果我没有申请过 是不是让我打两巴 这个我代不了 霸汽哥去回答你 我不知道霸汽哥直播如何说这件事 你要问他这方面 但为什么如果你没有申请过 你最多叫别人道歉 冤了你不好意思 之类之类 为什么你要用暴力去解决 证明你这个人还说自己不聊是斗非 你那些根本就是歪理 怎么歪理法 人家的家事 你不喜欢就捉人精灵 他不想东张西望的 而且确是别人家的家事 上到东张西望 他有一个公众平台 说他的家人 说他的事 说他的五个子女的坏话 说他的五个子女的个人私隐 还要说别人家的亡母 即可白的亡妻 别人就已经不在了 这些还是别人家的家事呢 报纸也有卖卖 这些就不是别人家的家事 是不是 你稍后跟我说的 叫我交代一下 我和嘉欣BB一晚多少次 那些就是别人家的家事 而且我没有拿出来说 没有被人拍到 稍后看看他说什么 不好意思 我不喜欢你们 是不是可以去你们家门口 撒屎 又说撒屎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摆明就是 摆明落屎缸 那就是你 你看到这里 你开口迷口 都是说屎的 你这个人 还说别人家屈你落屎缸 那你是喜欢寄屎 你喜欢去人家门口 撒屎 大家都看到了 撒屎 不是撒屎 撒屎 不是撒屎 撒人情 撒人情 你也写得明 想去 霸气哥家门口 撒屎 你自己写得明 前言不对后语 你先对气 大佬 这样哪里可以的 他说明明 退休了 即是霸气哥 有时间做义工 霸气哥应该做义工 又捐狗粮 各样东西 明明开台 找食办事 但是霸气哥 把他第一个月的盈利 捐给慈善机构 我们有收据 不是像河马那样 捐去无国界医生 就不了了之 他又出了粮 人家的实质 真的捐了些钱出去 怎样去找 开台来找食 请问一下 我不知道霸气哥之后 下个月会怎样 你会开台来找食伴 为什么小指锋 这边就写了 小指锋 小指锋 那里寻我 喂 喂 小指锋 那里寻我 便上班 好等钱 用 之后 你又没有上班才行 大富豪 都没有重开 你就说下个月去大富豪做 你现在为了钱开直播 为什么直播是什么事呢 做猴子戏不是等钱花 但是他找到的钱拿来捐出去 都是做善事 我就不知怎样做猴子戏 不适合你看的就是做猴子戏 河马那些直播就是做猴子戏 我相信九成以上的市民都觉得是河马就是做猴子戏 至于这个霸气歌是不是做猴子戏不是你一个人说的事 他就说从来做人是有底界线 你做人有界线的吗 你这个人有底线的吗 你开口迷口你又说什么不对路 好像华太师那样 在人家的家门口那里撒屎 你这样叫做有界线吗 过了条线我就可以撒屎了 请勿靠近月台 PASS BEHIND THE YELLOW NIGHT 之后就OK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自己说OK 大哥 开口迷口还要说我屈你落屎 大哥 你们针对河马 又要搞人家的儿子又加姐 再说一次 我没有搞人家的儿子和姐姐 霸气歌我也没有看到 全看他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搞人家的儿子和姐姐 霸气歌应该不会这样做的 有其他的网台做这些事情 你不能把其他人的货币 都把其他人的货币 都把其他人的货币 都把我货币 是不是 那怎样可以 而且别人家的姐姐也说 是华嫂的姐姐 不是河马的姐姐 你这样说一说之外 你爆了自爆的暴露 华嫂就是河马 言下之意 华嫂的姐姐就是河马的姐姐 那就是河马等于华嫂的 你这样说的话 还要什么直播办事 说不关别人的儿子的事 那你又放别人的照片 我没有放别人的照片 你可以找到任何一条片 或者大家看过直播 有些人还在我宣传 哪个台放了何彤仔的照片 我没有放过那些照片 我不可以代替霸气歌 但我相信霸气歌的为人 应该不会放这些照片 但是总之你自爆了 华嫂就等于河马 你自己说 而且你很喜欢 有什么不对路 就去别人家的门口 你记得照片 我以前英国的旧屋 和你落屎缸有什么 那么奇怪 你自己的文字都按不住你自己 有什么事都是用屎缸来解决的 对不对 之后他就说 你放完 别人同学知道 笑他 他欺凌他 那你是不是证实到 那个河童仔是真的河童仔 而且这些是假设 不是我 冤有头 债有主 你找回放他想的人去说 你这样在其他网台 你不要把事情混淆视听 别人没有做过其他行家 或者其他网台 或者有些黑粉 或者其他支持者 或者其他粉丝做过这些事情 你不要把主播放在那里 这件事是否不公道 还说 心安理得 你做了这么多阴质事 你弄了我这么久 你是不是觉得很心安理得 现在你仍然觉得自己是好人 大条道理 说我搞你妈妈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搞你妈妈 请问阿肥 他还说我希望你长命八岁 子子孙孙全部都有八月十五的 又向八月十五来手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又要说这些 看看网民的留言 就相信自从在上个群组 开post说片被偷 又说报警 又说追究 不是授权 何马波 他的片仍然在阿河 阿门的片都下架了 之前有一条马高的片 他也收到一个版权 正常起码都这样 不要一定要举报 肥我的片仍然在 又越来越多我的AI片 就在阿河的频道出现 他收了警告之后 仍然在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之后又说 继而出现河马团队 已经觉得这位女士 即是肥俄说话的可信性 去到哪里了 没有兴趣知道私人恩怨 这个人没有人赞他 冤气这么重 还需不需要打糖齋超渡一下 为了钱 为了报复 可以去到多尽呢 等等 不好意思 为什么我一… OK 这个要… 先关掉这边 看这边 不要紧 冤气这么重 好 看这边 为了钱 为了报复 可以去到多尽 同类人 就帮同类人 那他两个姐妹 河马 河马也是这种人 那我就放心了 上庭就看看河马 会不会爆大锅 期待 河马上庭的自变 一张嘴对十个律师 一口怨气 就散不去 这样搞了一年 大佬 怨气很重 会不会转做那些 午夜空灵的朋友 每日花几个小时去报仇 这种怨气这么重 应该几身几小都化解不了 他是阴魂怨鬼 他这样 好像帮河马 认识别人的爆料 对 华嫂就认了 还认了 和河马喝茶的人 是肥俄自己 他稍后又说冤他 上一个就说不是 又说冤他拿中援 那你自己写着中援人士 就是一个蠢的蠢人 陈人 又说自己很聪明的 陈人又说有什么事 就是用臭臭来解决 去别人家里 拜气哥你门口你小心点 肥俄随事 在你门口弄臭臭 本身也不肯定 那是他的儿子 现在承认了别人的儿子 那就是河童仔 言下之意 那不是我公布的 你自己看其他网台 有兴趣的 我都帮你们宣传 还有那个华嫂的姐姐 就是河马的姐姐 华嫂就是河马 承认了 肥俄说这些话 你不要明天又说我冤枉你 这是你的好姐妹说的 那就是河童仔 肥俄说这些话 有什么就回去找肥俄 但是他说 不要紧 他说一天用几个小时投诉 有没有这么无聊 他真的有这么无聊 这个人 好心他就找些东西来充实人生 还有哪里有空 有人欺凌你 不要再打两波机 你不搞事 就不会有人针对 你就不会针对着阿水 长篇大论 都不知道说些什么 只是看到那些臭臭 宁愿不要名流千古 也不要围臭万年 回头事案 他没有什么回头事案 他搞了我整年 我有理他吗 你觉得 过分了的时候 有时都是说一两句 我怎么搞你妈 你提供一些实质的证据出来 还有那是你自己放上Facebook的一个地球post 每个人都能看到 你自己也是在网台上 整天说你妈妈做妈妈的威衰事 那怎么欺凌你 还有你妈妈说到你自己是什么 黑二代 说到你自己的势力这么厉害 黑二代 关你什么事 你连生的机会也没有 这个就不知道 这个是网民说的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人家霸气哥 有楼有车有狗狗 肥饿有时间那又怎样 除了时间百母 何马叫你这些做内侍 不要紧 听说拿中环人士有限制收入 还说他好像兜了这么大个圈 认证所有人都找对东西 这个又是黑粉头目那些 家事一上去东章那天 就已经不是了 只是知道 现在我们就要交税 养这些好吃懒非 又想着发达的人 如果不是 当初他帮忙 可能一早就已经完结了 何马这件事了 现在日日看他吃吃吃 嘴嘴嘴嘴 又不用做 还好意思说人家怎么对何马 他有份害 搞这么多事 还笑了 搞了阿水整年都有了 有多了 这样也叫做不主动搞事 好心放过别人 你不是为人而活 活在仇恨 阿水现在生活幸福快乐 阿水曾经受过伤害 如果阿水好像美丽你那样 就没有今天的阿水 不过说你也是浪费的 不想醒的人 怎样劝都劝不了 好 然后又说了 退了休的人士 大把时间 见霸气哥 这么多人订阅 有心理不平衡 班二五 你不去搞别人 怎么会这样 人家霸气哥又没有搞你 虽然我都不支持搞他的儿子 再说一次 我没有霸气哥都应该没有 但是你又何尝 不是 整天搞阿水 身边的女性和女朋友 一会儿看看她怎么搞女朋友 你最没有资格说这些东西 而且你说了就认了 做了为什么要不认 你又没有帮阿河马开盈利 结果又被人踢爆了 你又没有帮再找阿河马 之后又突然又播出你 你的对话录音出来 无端端隔了一排都没有播 你说的东西说得出来就做了 对呀 我是贤格 你这样的嘛 我也有一点欣赏你 对呀 穷到这样就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搞这些东西 如花折班人 唉 浪费了 我没有什么时候说过他儿子的东西 校服地拍到 这个单位出现一件这样的校服 我哪有搞过他的样子 还有那个 你变相承认了那个是阿河童仔 总之阿肥外就说 华嫂网最重要的是这一点 还有 别人都不是只是不喜欢阿河马 你要搞清楚 是他搞到香港的市民 现在 要别人跟他卖单 他这间公屋香港人有份付钱 而且他犯了法 你没什么要做 不用交税去养他 当然是口响 他滥用公屋 分分钟肥和就要拿政府的资源 分分钟要搞清楚 而且你自己写着中援人士 怎样别人冤枉你 不过他一定觉得自己没问题 因为和何玛是同女 绝对就是了 二五的什么认证 首先问自己 为什么全部人都觉得肥和你有问题 做得不对 收手吧 又冤枉阿水 阿水没有放过河马仔的照片 还叫黑粉门 如果要看河马仔的照片 就去第二个台看 他就不会放出来 那为什么你冤枉我 反过来说我又说这些东西才行 对不对 所有东西 混合做赖尿牛丸 水哥嘉恩 好甜蜜 可能看到这些东西又再激动一点 只是看到 连自己的样子都嫌弃的人 真是很可悲 要带着带着帽子 带着口罩 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儿子会被同学欺凌 一个从来不说谎的何太 人美心善 观音互体 又瘦又漂亮 有个自称铁笔的老公 被同学知道之后 有个国际网红做妈妈 令人羡慕 恨死隔离也不切 为什么还会欺凌他 言下之意 肥罗尼就觉得 何马仔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过街老鼠 否则有个这样的妈妈 应该是引以自豪 同学都会觉得 你妈妈是何马 相当之好 你也觉得大众一般的人 就觉得何马仔是一个 网红和过街老鼠 否则就不会是这样的 他那些同学不会这样对他 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已经成功引起注意 本来也不想看什么 白卡团队 但实在太烦了 这次事件很确实地说明了 什么是物以类罪 人以群分 还有肥我 你只会做建盘战士 有什么用 先展示一下 无良同日间 都没有放何马仔的照片 何马犯法的行为 以及何马仔的身份 是收公屋 和香港身份证的重要线索 尋根究底 无可厚非 我没有 不知道 公屋和身份证 不是何马 应得的 是与身俱雷的权利 这样 又看到这里 我不明白 最精彩的又是你 你便说禍不及家人 你便在这里不停搞我的 最新的 之后 不知道再有没有 乞衣水 我不是帮何马说话 为什么突然间说一句 你不是帮何马说话 这句已经很有问题了 你在直播中 大大声说 做YouTube是公众人物 只有半个公众人物 你当我有 不要紧了 何马和谁去喝茶 必须要和公众交代 我没有说必须要和公众交代 我叫他说说好 我们想知道 我有什么时候和公众交代 不要紧了 你当我有 这些不是很重要 但他的例子很棒 不如你又交代一下 你和嘉欣BB 一天就搞多少次 这个问题 你需要回答一下 不需要你读完 不是 我要说一句 应该不会记得 而且我没有被人拍到 我和嘉欣BB 在家里有什么亲密的照片 但阿坎伯和何马 就是一个公众的地方 假设我真的有要求和马 他也没有交代 第一 第二就是 他在一个公众的地方 拍到一个这么奇怪的人 又拿着什么银行传接 去一个公众的地方 我在家 私人地方 为什么我要交代一下 我一晚要和嘉欣BB搞多少次 请问一下 之后 就说你一天和你搞多少次 什么是第一天和我搞多少次 行 有没有帮我含忍 什么是含忍 不要紧了 是含果仁 你看一下 这些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都没有问他那些 何马的分钱内容 我都没有说到这么详细 你这么颜色 经常想知道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不关你事 其实你知道了所有东西的答案 是不是 换了多少个姿势 这些东西完全不关你事 你3cm有没有起头 起头之后3cm 还是未起头的时候3cm 你这么关心这些什么事才行 有没有帮他奶 他在煮鲍鱼给我吃 他没有煮鲍鱼给我吃 对 不好意思 花胶油 裸片油 牛腩油 还有什么 金沙骨都有 金沙骨也有 就是没有煮鲍鱼 对 其实是有没有下来奶奶 entfer 可以下人喝奶 站 Nike 你足 chicken 你随后喝奶 先喝奶呢 好赶 是不是 Evet 记得 把他给家鲍鱼给家姓BB 那我让他员谢谢 poop 是否出不出粮給他 人家又沒有炸我贏 別想著騙蝦條 然後有免費秘書 他這麼容易嗎?免費秘書 有什麼回應? 現在都有做的 但不是免費的 是的 我養他一輩子 如果別人願意的話 就說 骯髒貓 之前借了我錢 沒有還的人 當是騙了 我借了 有借沒有還 他說值33萬 我借給他生意上的周轉 我33萬去看清楚 一個人也沒有什麼問題 他就說 家姻BB 值60至少 60元? 還是什麼? 我相信 60萬 為何不是至少值60萬 為何是60至少 而且是無價的 你覺得你值60萬這麼少嗎? 不是 是的 我就是不明白 他說 記得給我家用的女兒 不要想著 可能我一輩子都要給家用 只要別人願意 是沒有所謂的 是嗎? 是的 你願意收的 這方面 如果到過一天 應該是會收的 如果到過一天 即是現在不用? 你不要直播這樣 不要直播這樣 有什麼所謂? 他想著擊我 我當然要給他看完無氣的 看看 看你的表現 暫時表現還可以嗎? 是嗎? 我過來也值回票價 看到你發瘋又渣羅間 是嗎? OK 這樣 即是說 不要想著給幾千元機票 又說跟何馬計算 那句說話就是 何馬 就 搞到我要快點 走去 叫他立刻買一張機票出來 幾千元 即是七千多元 我之後說 我的數目有時間跟你計算 我不是問何馬 你是不是不懂中文的 我是叫我跟他的數目 遲些跟他計算 我不是叫何馬給我七千多元 七千多元我沒有嗎? 不要玩啊 何馬這麼窮七千多元 他真的無法出來 隨時 你這句說話的意思 好像聽不明白別人說什麼 你的理解能力是不是差了一點? 阿肥 說完這些話 還說快點娶他 不要再出來害人 你是不是要快點娶你 娶了跟你 誰害哪個人 你嗎? 他應該說不要害其他人 你有害過人嗎? 我應該就沒有 被人騙錢的 你自己都寫了出來 你自己沒有害過人 是的 只想失戀也有免分 那些壞事失戀也有免分 不是 那個可能是 是的 還有結了婚 一定不會害人的嗎? 如果是一個很賤格的人 結了婚不能出去偷吃 不能繼續害人的嗎? 什麼邏輯? 什麼? 好像何馬一樣 他結了婚一樣可以去找黃老師 黃叔那些 娶了回來做老婆 就馬上變乖了 不是吧? 沒有可能是這樣的 還說記得 開一集就回答你上述的問題 我現在正在回答你問題 你是一個公眾人物 我們有知情權 我不是像阿肯伯似不知醜的 一萬什麼五次 豆瓣都抹不掉 你多少次跟公眾利益有什麼關係? 是的 這些關於大家有什麼關係? 大家又不會見到的 公屋有公眾知情權 是因為它有個利益關係? 那是 要交稅的嘛 別人的市民 我沒有關係的 他就說我在認親認識 我沒有份交稅的 但是香港的市民有份交稅的 他也想知道他的稅去了哪裡 是不是? 又是這些河馬這麼賤格的人 這些就是有公眾知情權 我和他一晚搞多少次 關你什麼事? 什麼公眾知情權? 關我一個什麼公眾人物的事 就算河馬不是一個公眾人物 有人濫用公屋在這裡串串共 市民是不是一樣有知情權? 你搞清楚了沒有? 阿肥 睡醒了沒有? 有什麼問題可以回答一下嗎? 沒有啊 他全部問了那些都是山蠻火門的事 對 山蠻火門的事關你什麼事? 這麼不知醜的嗎? 你想知道別人一定要告訴你嗎? 3CM 恨也無法恨 快點取了他 還要按照我 不要幫你宣傳 有什麼知情權? 其實我不明白 不了解 對不對? 你那些公屋的東西就是有知情權 就算你和河馬 早兩天和誰去飲茶 有機會牽涉到要拿一本保仔出來 有牽涉到可能是違規公屋的東西 我們市民就是想有知情權 那有什麼問題呢? 那我和佳欣BB晚上關上房門做的事情 對這個社會沒有影響 對不對? 我就算坐落了床也好 一晚一百次也好 一晚沒有東西射也好 一萬三CM也好 什麼差都可以 我就算套了下去也好 關你們什麼事才行? 套了下去 套了下去 你只是想知道 你扮什麼有知情權 你想知道 想知道 整天又問我什麼 3CM那些 浪費了 你 說這些廢話 你是不是傻 但是河馬那些是牽涉到金錢 可能跟他供屋 有什麼交稅、漏稅等 有關的 那些市民想有知情權 為什麼河馬都不回答 你更何況 你問一些這麼私人的事情 你想想 他這個人說話 這麼下流 這麼賤格 就知道他是一個什麼人 吃不吐的 水是3CM的 沒所謂的 我不是真的3CM 你很想讓人知道嗎? 不是 你可以說一下 不要緊 對 如果我3CM的話 可能他已經不要了我 對不對 那可能也不是的 可能他 我真的3CM 他也不嫌棄我 也不出奇 不要緊 但是 這樣也不嫌棄 是不是要娶了我 是啊 也是要的 那是不是也要娶你 他也叫 肥子也叫我娶了你 需要派貼給他嗎? 派貼給他 派貼給他 封臭臭 對 蘋果日報也算好了 對不對 還要弄臭臭 還要不斷吃 龍蝦衣麵 龍蝦衣麵 弄了一杯橙汁 這樣 對不對 完全錯了 說這些事情 想怎樣 霸氣哥也是 禍不及親人 對不對 你說我打開門做生意 我站出來 你說我沒什麼所謂 還有關他什麼事 才行 你又 霸氣哥的老婆 又被他在說肥子 什麼事 還有霸氣哥 你不是約他 約肥子出來喝茶 他說叫你和他一起去找社工 最初就是這裡有寫自己中緣人士 大哥 你被人誤會 這樣 怎麼可以 人家覺得你是中緣 你對鞋子一模一樣 又被人拍到 飾物又是一模一樣 大哥 這麼多巧合 你還要支持 你又說過這麼多次謊 不過那些是否是他 其實也不重要 他最重要是認證了 華嫂就是何馬 何馬 禮她好姐妹 就爆了你出來 這些事情 不關人事 比較錯 而且你不要留下流的事情 你就知道你是一個什麼人 真的是 他在這裏 我露骨 還是他露骨 現在 肥我露骨 我都不會說這些事情 本色 什麼本色 什麼幫你 沒有幫你 保護 正常都是這樣的 公眾知情權 講到這麼遠 三木可能 不是 因為肥鵝很猛 當然跟鵝馬差不多 他 這些有什麼知情權才行 沒有 哪有動氣 這樣也叫動氣嗎 難為三木 這樣要求 說兩句話 說兩句話 有什麼好說 有什麼好說 吃一下這個蜜瓜 你有什麼對 肥鵝說 沒有 你放下 放下吧 已經年紀了 他已經 我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很想笑 為何會這麼想知道 別人的房間發生什麼事 不是 關你什麼事才行 我們都沒有人想知道 我們都不想知道 坎白是否鐵筆 是否真的一萬五次 關我們什麼事才行 這些事情 對吧 是何馬獨響 所以我其實沒有 沒有什麼想回應 他 他可能只是貼戀你 對 他還說 我屈他說 我什麼時候有貼戀你 一年多 你不貼戀我都偷笑了 你做些事情不是 又說 每天都要浪費自己五個小時 去投訴別人 舉報別人 寫不得理的朋友 貴號永遠放不下 是啊 他沒有的 有生之年都搞不定 你想想 那個牛杰先生 都被他說了二十幾年 沒有啊 現在他一輩子的 一輩子的興趣 就是要終身事業 就是要搞垮你乞衣水 即是你還有十幾年捱 十幾年最短 可能到於Youtube退休 他還在這裡 或者在網上說 那個乞衣水終於退休了 因為被我追擊他 追擊到他害怕了我 追擊到夠錢提早退休 應該是 那些事情 嚇什麼醋啊 三木是不是餵他不飽 誰知道 這麼關心別人的事情 做什麼 沒有用啊 這樣 是不是 可能就是因為肥鵝這樣說 可能就快一點 和家欣BB 可不可以想想 想什麼 想想想 快點娶你過門 你想想想娶不娶我過門 不 我應該也會娶你過門 應該也是沒有問題的 應該嗎 你也說應該 我不能說應該嗎 現在 那是呀 你這樣不是太過… 那是桃木劍呢 桃木劍 我現在 卡住了 我不會放手 沒有啊 就算我結婚也好 當我和家欣BB結婚也會… 是啊 沒有啊 看到阿水很開心 不知道他想說什麼 完全是錯了 什麼有星夜的風範 就算我學到星夜多少就好 這樣 不肯肥鵝 關肥鵝什麼事 是啊 人家也不會關心阿肯伯 怎麼鬥漿抹 也都抹不完 自己說 做媽媽 他就說我搞他媽媽 你又沒有提供到什麼實質的證據 我怎麼搞到你媽媽 你口講口陪 等於何馬又說人家搞他的兒子 其他網台做的事 你不可以加入我掃 或者其他的粉絲寶寶 其他的網民去做的事 你不可以加入我掃 有些不喜歡你的人 可能做了一些對於每個人把尺不同的 可能有些人就不會做這些事情 有些人就覺得 阿荷馬 你連阿肯伯的五個子女和別人的亡妻 你都搞了 別人都上了天堂了 你都還在搞 每個人的底線不同 每個人為了達到他的目的 可能想河馬坐牢 可能想收回他的公屋 而付出或者他做的事不同 那你不可以說別人做了 不是關我事的 那些事情 你不可以加入我掃的 對不對 而且你這個例子真的很難看 肥子 我們說這些事情 你自己看看 我真的可能黃標在這個直播 沒有辦法 但要讓大家了解多些 肥子究竟有多恐怖 對不對 有個觀眾叫肥鵝 人醜心近 讀這陣子不見了 可能改了名字 是啊 當然是神經病 沒有辦法 這個 不要那麼怒骨 你說我和阿嘉欽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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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肥鵝有什麼知情權 知情權 只有肥鵝想知道 這些事情 對嗎 對嗎 對於你們公眾利益 是沒有衝突的 是啊 很恨我3CM 3CM也要恨 三目連3CM也沒有 不要這樣 他玩入後球 那關什麼事 肥鵝是很想知 因為羨慕妒忌恨 沒用的 對 經常說這些色情 你打上來的時候 已經是說這些色情 很趕客的 我的觀眾已經是極度不喜歡的 你現在還要說 你現在在公眾場合還要說這些事情 什麼嘉欽BB 在… 什麼 這樣 不是吧 可能三目不行 不知所謂 你沒有理由說這些事情 這麼老骨的事情 哪裡能說得出 是不是問完阿水 他幻想 你待會又發惡夢 可能又發夢 發耳夢 你不是發惡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打完這些文章 不知所謂 憑什麼問別人 還叫別人去答 他還為公眾知情權 我相信正常的官媒 有些網民可能會八卦的 但這不是公眾知情權 跟阿肯伯和河馬 前天跟誰去喝茶的兩件事是不同的 牽涉到金錢 又牽涉到濫用公屋 那些交稅的市民 又有權去知道這些事情 跟這關什麼事呢 你不可以對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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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姐說了這麼噁心的事情 美麗姐就是這麼變態 先喝口水 肥胖就是這樣 三目好真 我也沒有意思 你看著你老婆 對嗎 雞仔不管管麻 英姐等於喊白 黃老師怎樣怎樣 看著你老婆 不要亂搞這些事情 那關人家什麼事呢 嬰兒子也不只3cm 當然是 哪有可能 你看我的鼻子 看我的手指 也不可能是3cm 她說我是3cm 阿肥 如果你覺得我是3cm 你會開心一點 你就說吧 你也說了我整年 3cm 人家都知道什麼事 難道我又要拿出來 哎呀 我不只3cm 你這個阿肥子 你也在這裡冤枉我 難道你說我 你再說完這件事 你又再說另一件事 你銀行一定沒有300萬 我要拿銀行戶口 給你看我的銀行有多少錢 難道你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你說是基佬就是基佬 有什麼所謂 這些無所謂 只有你肥子想知道 我們就不想知道 阿水的私人士 只要阿水和嘉欣寶寶寶開心就行 當然是 她也算祝福 要封鎖利是不需要 你怎知道 他利是入面是什麼 蘋果日報都還好 待會有些黃禁禁的東西 這次未必 她之前出帖都說 霸氣哥你也要小心 肥鵝說有什麼不滿意 可能會走到你家裡 阿屋臭臭 要小心一點 她很喜歡玩這些 三木沒有三厘米 我說這麼快 他們跟不上 不會 河馬和坎白自己貼街招 告訴別人 不是別人想問她 就是要搞清楚 笑到今晚一定睡不著 為什麼 怕發夢笑到 踢你老公下床 不會 注意安全 小心一點 注意安全 不知道 以為 你和肥鵝有一手 她每次都知道 見都未見過 有些觀眾經常問 或者有些 可能沒有跟得那麼足 你之前的女朋友 什麼什麼 她不是我之前的女朋友 見都沒有見過 我為了想 看看她的樣子 有說話 是哄她的 我不知道她本身這麼瘋 我剛才出來拍YouTube 如果我早一兩年出來拍YouTube 我只知道 網上有一個這麼瘋的人 就可以逃過這一劫 你想想 要說話要小心 現在不會 應該不會有人 大家都不要跟我說 什麼私人的事情 我不會回覆你們 除了報料 課金的問題 沒有的 應該不需要找些什麼後備 應該都是她 看著我 我現在沒有了 等好消息 也不是她可以嫌棄我 家欣BB有機會